兩地政府經過多個月來的密切溝通之後 希望可以早日逐步有序 恢復兩地的跨境航空往來 我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說 兩地政府就著重啟這個安排達成了共識 並且在原有的安排上面 是增設了一些更加嚴謹的 公共衛生和防疫的條件 以回應和防範疫情的變化 香港和新加坡政府雙方同意 我們兩地的專屬航班 按照旅遊氣泡的安排 最快可以在四個星期之後 即是五月二十六號 星期三可以啟航 但這個計劃能否如期開展 仍要取決於雙方在未來四周 以及兩地作出一些完善的準備 雙方在未來四周 都不想永遠